關心台灣籃壇上週戰況 T1直籃聯盟熱度十足 週二聯盟首件明星賽熱鬧登場 魔獸得外Howard可說是貫穿全場 他先在三分球大賽中亮相 但很可惜首輪只拿到15分 沒能晉級決賽 而最後冠軍是由台中太陽的盧冠宣拿下 他在滿分40分鐘拿下31分 寄金四座 來到灌籃大賽擔任評審的魔獸 也充當最佳男配角 來自台南台岡獵鷹的劉俊廷 上演飛越魔獸的戲碼 一舉拿下灌籃王獎座 最後明星賽正賽焦點還是在Howard身上 他全場狂砍37分 率領Team Infinity擊敗Team Beyond 同時也獲選為明星賽MVP 但魔獸並不是上週的唯一主角 同一時間Plus League這邊 也有備受矚目的兄弟大戰 聯盟龍頭新北國王 碰頭高雄一期直播鋼鐵人 林書豪 林書偉 兄弟生涯首次對決 吸引滿場6800名觀眾進場觀戰 而儘管豪哥攪出全隊最高23分 但豪帝10分10助攻也不遑多讓 最後是國王以101比88 受下勝利 看完兩大焦點接著關心比賽戰況 鏡頭轉回到T1 週六獵鷹主場碰上高雄全家海神 洋將阿修羅拿下27分18籃板5助攻 搭配團隊5人得分上雙 107比100收下勝利 由於總教練劉夢竹 北上執教健行科大暫時請假 助力教練馬怡紅戴維林軍 奪下生涯執教直籃的首場勝利 也創下首位女性教練帶隊贏球的歷史紀錄 而新北中信特攻週日主場 遭遇魔獸率領的桃園永鋒雲豹 霍華德這場矛起來打 全場繳出30分31籃板的鬼神數據 率領雲豹比賽前段一度握游領先 但魔獸這場同時也有11次失誤 形成另類大三元 也讓特攻來到機會逆轉超車 中場101比95贏球收下主場十連勝 YTi 綜合報導